大家好,这里是谢拉克罗娃 这期戴了个帽子 因为没有洗头 稍微遮一下 然后这期我们推荐书 本来这期闲聊是想聊建筑的 但问我看什么书的人确实太多了 所以就想着还是先把书给推荐了吧 我会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买的书的情况 然后再聊一聊其中我比较喜欢的 最后再总结一下我对看书这件事的看法 首先还是带大家看看我书架的总体情况吧 这是我的猫 这边这些小说都不是我的 这一套历史书也不是 然后这些中文书印象派的敌人 话语录 还有这个图说中国绘画史 都是我不久前才从某东买了转运过来的 所以都还没怎么看 这本艺术的故事倒是已经看了不少了 然后这些就是我平时做视频会看的一些书 德加 雷诺阿 莫奈还有下一期的蒙德里安 上期做蒙克看的是这本 这本蒙克的书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收藏级的书了 我在后面会具体说到 还有这些 然后这上面是一些建筑类的书 路易康 科布西耶 又是路易康 然后这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非常好的一本书 这边还有一些 这边还有一些建筑类的杂志 然后这儿还有两本 但是这两本都不太好 我就不说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的书并不多 因为在开始做视频之前 我是真的不怎么看书的 做视频之后也是逼得没办法 为了把内容做扎实 必须得看 还有就是我的书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因为在美国这边买正版 全新的中文书是真的麻烦 耗时又耗财 当然大家也不用看到英文书就被劝退 因为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也一般般 买到难度比较大的都是直接退货的 所以筛选下来的都是一些用词用句 都比较简单易懂的 也就比高中阅读稍微难一点点的样子 书的数量不多 所以我就打包把它们全都介绍一下了 正是开始之前还是有几点 注意事项必须要给大家提一提 第一 众所周知 英语真的是种特别无脑的语言 所以你们千万别期待能从这些书里面学到什么文采 他们通篇都是干巴巴的大白话 第二 我是一个特别在意整体效果的人 所以接下来推荐的书一定都不是单从文字水准来考量的 画作的筛选印刷的质量 包括排版文献目录等等都是我判定一本书好坏的参考条件 就从我这个专业范畴的书来看 这些还是挺重要的 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结合着具体的例子来说 第三 书这个东西是有个性的 适合我的 不一定适合你 我会尽量做到客观清晰的介绍和推荐 至于适不适合还需要你们自己把握 第四层系列的书籍 我会根据我手上有的范本对整个系列做出评估 我认为这样的推断还是合理的 但也并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出现例外 第五 这些书在某宝和某东都能买到 那OK 我们正式开始吧 首先就是Testian出版的这个Basic Art Series 我这就四本 但其实这个系列是很丰富的 不仅有画家还有建筑和艺术运动 其中一些好像也是有抑制版的 这个系列目前是我做视频的最爱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短 很快就能看完 这些书在内容上都是按着时间顺序 结合着一些重要的作品 从艺术家的出身介绍到死亡 这个系列的优势在于它简单易懂 调理清晰印刷质量也不错 每本书后面还单独列了艺术家的生品 这个东西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真的香啊 因为艺术家们都太能折腾了 要是没有这个生品光看文字 很容易把时间和事件搞混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加分项 但是我并不太推荐这个系列的书 第一 我觉得这些书在图片的筛选上都有些问题 虽然囊括了不少的图片 但我在看他们的时候还是需要查不少的资料 第二 他们完全没有参考书目 这一点其实挺不好的 第三 这些书都没有把艺术家研究的很透彻 毕竟是Basic系列嘛 也不意外 看完之后收获肯定是有的 但这本书在美国这边卖十几块 我觉得对于我做视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而在中国这就是一本上百元的书了 我觉得从内容的丰满程度上来说是不太值的 蒙克这本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了 我是完全不推荐的 内容有点散 整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 但又没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 最后也没有单独列生品 这就比较难受了 一会儿德国 一会儿法国 一会儿挪威反复横跳 观感非常混乱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图片质量是真的太拉了 画作的收录和印刷都不行 很多文字上提到了的话都没有收录 收录进来的那些也是完全看不清细节 我得边看书边在网上搜画 非常的累 然后这个系列也是Testin出版的 我姑且把它们叫做Complete Works 这个系列的书我就非常推荐了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艺术类的书做成这样 基本也就是到头了 我这儿只有三本 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有着极高的完成度 首先收录的作品非常齐全 比如梵高早期的这些素描 还有达芬奇的这些手稿 并且它不仅是作品收录的完整 印刷质量还贼高 这你收得了吗 梵高和达芬奇这俩可以算是顶级印刷了 而韦拉斯凯兹这本是不折不扣的神级 看看这些画 这些细节 真的太厉害了 至于文字的水准 达芬奇和韦拉斯凯兹我还没怎么细看 梵高这本倒是看得七七八八了 可以负责任的说文字是真的干 但同时也是真的细 整个看下来完全就是用科研论文的手法来写了一本书 每本书还列了单独的作品目录 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最后面几十页的文献目录图片来源整整齐齐 强迫症看了指点头 什么叫专业 这个就叫专业 对了 这个系列好像并不是每一本都单独列了生品的 梵高这本有达芬奇和韦拉斯凯兹就没有 有点遗憾但还是瑕不掩瑜 总的来说这些书的价格可能是有些偏高 但我觉得他们的质量是结结实实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并且这些书也是有些可遇不可求的 我翻看了一下Testin的官网 这个系列就出过 梵高 达芬奇 韦拉斯凯兹 维米尔 伦波朗 伯鲁盖尔 卡拉瓦乔 博斯 达利和克林布特 我的建议是 如果这里面有你喜欢的艺术家 那就千万别错过了 另外就是雷诺阿这本 虽然不是属于这个系列的 但在制作上几乎还是达到了同样的水准 就附录的部分稍微弱了些 所以还是非常推荐的 接下来两本书我也比较推荐 放一起说是因为他们在内容上比较相似 第一本是这个 Garde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 第二本是公布李希的艺术的故事 Garde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 是我大二的艺术史老师推荐的 当时才出到13版 现在好像都第16版了吧 艺术的故事 相信对艺术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陌生 因为这基本算是艺术史的一本必读书了 这两本书在内容上都是艺术同史 从史前一直聊到了20世纪中后期 内容上也都是囊括了 壁画 雕塑 建筑 油画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媒介 基本算是把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比较重要的产物 都沿着时间顺序拉了一遍 这两本书的优势自然在于他们宽广的维度 看完之后你能对我们人文历史的发展阶段和因果关系 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 这对于大家往后进一步了解某个艺术家或是某段历史都是非常有用的 算是基石类的书 至于图片的印刷和筛选 Gardener那本自然是顶级的 但是艺术的故事也基本够看 偶尔需要搜一搜还能接受 然而这俩也不是没有短版 那就是他们终究还是出自于西方人的眼光 其中对于东方的内容都比较夸 艺术的故事是几乎就没有关于东方的内容 Gardener那本稍微好一些 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艺术 中国的艺术就那么几页 图片还不错 内容就不太行 他们没法体会中国话那种独有的底蕴 对比来看 龚布里希这本的文学性更强 读起来更像是文章 Gardener那本的学术性和工具性更强 看起来有点像一本关于艺术的词典 各个时代 各个地区 各个艺术家都是像词条一样给你列出来的 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我是两本都推荐的 因为虽然他们在很多艺术品的选择上有重叠 但其中阐述的观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不过这两本书的目的 都是让大家对艺术史形成一个比较宏观和整体的概念 他们俩分别也很好地达成了这个目的 所以大家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其中一本就好 然后我也准备抽两本这个艺术的故事送给大家 我现在还用不了B站的官方抽奖 所以就去GitHub上找了一个叫做Billy Raffer的抽奖小插件 是专门用于B站抽奖的 看起来还是蛮靠谱 我在发了这个视频之后 第二天吧 会单独发一条关于抽奖的动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就是画错了 这个我自己也买的比较少 但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的这本是真的不错 里面的话都是大都会自己的 有着第一手资料 这些图片自然都是神级水准 非常的赏心悦目 但是请注意 这本书里是完全没有解析的 所以真的就只能看着玩 而且价格也不太便宜 看个人喜好购买吧 然后建筑类的书这次就先不说了 最后再聊聊我对看书这件事的看法吧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书里输出的观点 也千万不要看那一两本书 就觉得自己取到了社会的真经 书这个东西至少从我这个领域看来 一定不是受人以余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和评论中 也是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说我的视频绝不是要交给你什么东西 而是给你提供一些可靠的史实和思考的角度 书也是这样的 需要大家带着辩证的思维去看 陈丹青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偏见 你听我说的也是偏见 但当你把所有这些偏见都组装起来的时候 就能形成只属于你自己的主见 然后就是书本这种慢反馈的媒介 可能确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 因为他们时效性差 满足感之后传播效率也低 但他们的价值却依然是很多新媒体 忘成莫及的 大家在看书之前一定要把这种心境给转换过来 只有沉住了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最后的最好祝大家都能愉快地享受 阅读这件越来越奢侈的事 我们下期见